佛教如果要佛心 一定要恢复丛林制度 丛林制度是什么呢 唐朝 马祖 不让这年为大死 偿道的 也就是把佛教教学 正规化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那种教学 非常像中国私塾教学的方法 孔子孟子都有方法 是私塾教学法 那丛林呢那就变成学校了 正式有组织 丛林的主席 就是方丈主持 那是校长 他下面有三个 刚临之士 跟现在大学一样 名称不一样 事实完全相同 守座和尚 是教务长 管教学 维诺 是管殉道的 殉道长 建议 是管总务的 总务长 跟现在学校 分工 完全相同 每一个人下面有分工 有好几个层次 总共从上到下 有108个单位 大学 现在我们不必 再称他为丛林 就称他为大学 这老师的意思 一定要办佛教大学 佛教才能够兴望起来